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频道在去年做了一期 爆改小米9的视频 这部手机在经过我们的软硬件 全方位改造后 成功干翻了当时的小米12 Pro旗舰机 完全榨干了它的性能 但这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了 实际上哪怕你淘汰下来的旧手机 已经非常旧 非常落伍了 它一样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 你要知道 旧手机里集成的硬件是很丰富的 而且很多的质量还不赖 不管是扬声器外放 摄像头功能 屏幕素质 还是计算能力 网络能力等等 那我们完全可以在旧手机淘汰之后 继续物尽其用 本期视频就要大家如何通过 各种各样的软件 将一台旧手机变为电脑的外设 或者是变成家庭服务器 再或者说变成其他有用的东西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折腾 这次我们折腾使用的手机 是谷歌的Nexus 5 这几台发布近10年的老手机 它搭载了骁龙800平台 配合1080P的屏幕分辨率 可谓是一款名副其实的老旗舰了 尽管这是一台搭载安卓4.4时代的32位老手机 但得益于丰富的社区支持 那么它能干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涉及到的内容 是大多旧手机都能够实现的 不需要特定的型号 那么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尝试将这台手机变为你电脑的性能监视器吧 想要实时监控PC的性能 那我们就要用到这款叫做IDA64的工具了 它是一款运行在PC端的硬件监测工具 可以实时监测电脑的CPU GPU 内存 硬盘等各项硬件性能参数 在IDA64的主界面点击文件 设置 再点击右侧的LCD 选择Remote Sensor 这里可以设置显示的分别率和通讯端口 分别率我们填写16x900 端口填写8080 最后再勾选启用就可以了 在LCD项目中你可以添加各项性能参数 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他人制作的模板来编辑 最后我们仅需让手机和电脑保持在同一局域网 用手机的浏览器输入电脑所在的IP 再加上我们设定好的端口号8080 我们再将浏览器设置为全面显示 那么一个简易的性能监视器就完成了 使用旧手机监视数据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玩法 而接下来的几款工具 可谓能充分榨干旧手机中的每一个硬件了 首先就是这款Soundwire 它可以将你的手机变为电脑的扬声器 让电脑的音频从手机里播放出来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这款工具 这款工具它分为服务端和客户端 服务端运行在电脑上可以监听你的声卡 并对音频进行转发 而客户端运行在手机上 可以接收电脑转发的音频并播放出来 软件的使用画法非常简单 在电脑上选择需要监听的声卡 之后在手机上输入这台电脑的IP地址就可以了 由于两端之间使用了无线流逝传输 因此可能会存在一些延迟 你可以在手机端调整音频的缓存大小 小的缓存可以降低延迟 但也可能会导致声音不连贯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另外几乎所有的旧手机都有耳机孔 因此你还可以连接耳机 此时的手机就变成了一个无线音频接收器 你就可以通过耳机远程接收电脑的音频了 接下来是一款与SoundWire功能完全相反的工具 WallMac 它是一款可以将手机变为麦克风的软件 和SoundWire不同的是 它的客户端还支持使用更加稳定的有线方式进行连接 同时还支持使用蓝牙或WiFi直连 比如你在做直播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有线连接从而降低延迟 而无线模式则拥有更好的便携性 这里再科普一个小技巧 在麦克风的属性管理中点击监听 勾选真听词设备 再选择指定的输出设备 这样你就可以将麦克风输入的音频 实时的从电脑的扬声器进行输出了 那么此时 这款手机就变成了一个无线的麦克风 电脑就变成一个扩音器了 其实上述的两款音频软件 主要用于给台式机做应急使用 或者利用其无线连接的便携性 而笔记本通常都自带扬声器和麦克风 效果通常也要比旧手机来得更好 因此拿旧手机改造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而接下来的这款硬件 在旧手机上可谓是对笔记本碾压般的存在 那就是摄像头 现在大部分的笔记本摄像头为720P 换算过来也只有92万像素 而1080P的摄像头也只有200万像素 但这台Nexus 5的摄像头拥有800万像素 分辨率远超过2K 甚至已经接近4K了 我们可以使用Irian Webcam 将手机的摄像头变为电脑的外置摄像头 它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 打开两段的软件即可自动进行局域网无线配对 不需要输入IP 在服务端中你可以选择输出画质 最高可以选择4K 打开Vinus自带的相机 也可以看到对应的录像规格支持到了4K 实际上客户端里的4K选项只是一个固定值 要实现真正的4K 还是要手机摄像头本身的硬件支持 否则还是选择2K或1080P吧 这样更有利于保证传输的稳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工具同样支持麦克风功能 可以代替之前提到的WallMac 而且设置界面里还可以调节麦克风的增益 和调用前置摄像头 对于一些偶尔做做直播的朋友来说 直接拿自己的手机 就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基础功能了 可谓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的这款工具 可谓能充分榨干你的旧手机了 因为它可以将你的手机变为PC显示器 拓展出更多的屏幕 我们需要安装手机客户端和电脑服务端 进行连接了 除了做显仁器 这款工具还支持Windows原生的触屏操作 像长按滑动都非常流畅 如果你觉得延迟比较高 还可以降低分辨率或帧率 或者直接使用USB连接 到了这里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既然一部手机可以做一块屏幕 那么多台手机是否可以实现多个屏幕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你的手机够多 显卡足够强 同时露游器不要太差 那么连接的手机数量是没有上线的 我们尝试用一台搭载3060显卡的笔记本 连接了8台手机 全部正常识别 没有问题 上面提到的这些软件 都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服务端和手机通信 那么有没有不需要安装服务端的工具呢 答案就是这款蓝牙键盘 顾名思义 它可以把你的手机通过HID协议 模拟成蓝牙键鼠 只要你的电脑支持蓝牙就可以用 不需要服务端 但HID协议是从安卓9才开始支持的 对系统有一定要求 所以你就要看一看自己旧手机的系统版本了 或者说能不能通过刷机来升进安卓底层 虽然我们这台Nexus 5 官方只给维护到了安卓6的版本 好在我们找到了基于安卓10的Lineage刷机包 经过一番折腾后就能顺利使用了 这款软件有三种控制模式 分别为键鼠遥控器 游戏手柄 还有触摸板 通过这些模式 你可以轻松地将手机作为电脑的输入设备 比如模拟成键盘鼠标 实现打字和控制 而遥控器的功能 则可以进行一部分快捷设置 比如调节音量 屏幕亮度 媒体控制等 你甚至还能用音量键给PPT翻页 把它模拟成一个蓝牙翻页笔 非常的好用 既然是蓝牙连接 那它可不可以连接安卓设备呢 当然可以 除了基本的键鼠控制 我们还可以使用里面的手柄模式来玩游戏 虽然按键的数量比不上真正的手柄 但玩一些操作简单 视角相对固定的游戏 还是比较轻松的 既然说到了手柄 那就不得不提这款叫做Monet 模控的软件了 这款工具同样可以把手机模拟为键鼠和手柄 但它的控制依赖于电脑上的服务端 因此并不需要走蓝牙的HID协议 对于安卓底层不能升级的老机型比较友好 和蓝牙键盘不同的是 模控的手柄功能拥有非常强大的定制性 而且它已经为部分游戏是为了布局 我们也可以添加编辑自己的布局 比如说在玩狂野飙车时 你可以利用手机的重力传感器来实现转向 你还可以单独添加手柄的按键映射 比如油门 刹车 氮气加速等等 整体的操作延时还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手机并没有像手柄那样的实体按钮 如果屏幕上的按键太多 则不适合盲操 所以我们又利用了它的重力传感器 来实现了体感遥控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在不增加虚拟按键的情况下 对游戏的所有界面进行盲操了 不用再担心误处问题 最后我们要推荐的一款工具 叫做FTP Share 它可以将你的手机模拟成一个FTP服务器 拿来做家庭网盘 首先要保证你的手机和电脑处于同一局域网 然后在手机上安装FTP Share 打开FTP Share底部的账户设置 勾选匿名模式允许写入 再启用FTP服务就可以了 此时在电脑的资源管理器或者浏览器里 输入这串FTP地址 你就可以读写手机存储里的文件了 这时候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 网盘都是24小时运行 手机的充电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这里再推荐一款充电控制工具 ACCA 它可以根据手机的电量进行全自动充电控制 比如在电脑低于20%开始充电 达到90%停止充电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一直插着充电器进行挂机了 和日常的充电没有区别 不用担心没电或者过充 由于涉及到了底层控制 ACCA的运行是需要ROOT的权限和模块的 因此这款软件只支持在Magisk的ROOT环境下运行 有关给手机刷Magisk和ROOT的教程 大家可以看这期视频 以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八款 非常适合旧手机使用的软件 信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这些软件大部分都是在局域网内通过IP来连接的 那能不能把它们拓展到互联网使用 实现一个远程控制呢 即使路由器里有一个叫做端口转发的功能 它可以把手机的内网IP和相应软件的端口 转发到公网 从而实现远程访问 比如这款叫做IP摄像头的工具 在经过端口转发后 我们就可以在非局域网的环节下进行访问了 从而实现了一个远程监控 这个过程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折腾网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其中涉及到的路由器 光猫 公网IP 内网穿透等一些进阶玩法 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 可以观看这一期视频 视频里面讲解了路由器和光猫的相关配置 还有多种通过公网 访问家庭内部网络方法 包括搭建家庭网盘 和上面提到的远程监控 本期视频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软件 已经放到了视频介绍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